他们说 只要你们唱这个电影很合适 叶修和他朋友的感情 跟你们感情很像 你们认识 看一下 10年 10年 我想想啊 快11年 快 到9月就11年了 到9月 还记得11年前第一印象吗 记得考试了 我对他的印象 秀 特别秀 除了秀呢 他那时候的发型就有点像 cosplay 现在的夜修 就是那种 闭脚到这 这么长闭脚 特别长 你意思是好看是不好看 不好看 就是那个时期 就是属于像 李宇春啊 包括他们那时期是正好火的时候 那个时候 都时髦那个发型 应该是09 08年 09 09年吗 对 那你还说不好看 他那个时候是像个 我见他的时候像个打鱼的 在青岛的海边 我问他是哪的 他说 我说那个青岛 那我也没去过 是海边城市吗 就觉得长有点像打鱼的 长得就像打鱼的 为什么 就是这个个子也高 一看就营养也就是非常 一看他吧 你看就属于那种 吃海鲜长大 然后经常也估计在海边干活的感觉 有点拖背 所以从大一开始 他根本不会跳舞 所以在北京舞蹈圈 其实对于他而言 其实从跳舞啊 这个从形体上 其实改 对他改变很多 包括后来他演了那么多年的戏 之后他整个人就是现在挺拔挺拔 那你俩在这十年 十一年当中 有过认可的矛盾 不愉快 吵架打架吗 大学的时候 有 大学的时候有 就经常会会 会因为排练的时候啊 一点不合 这经常的 其实还好 最凶的意思吧 我们俩倒还好 没有特别凶的 就是 就是动手啊 我们俩从来 没有 对 就是最多就是稍微 嗑一下 对对对 回两句嘴 然后两个小时不说话 对 希望你们以后能有机会 打厂家打过家的感情会更深的 嗯 那一会吧 行 咱准备俩拳击手套 对 我一般都用兵器 兵器 为了 说我咱最后一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